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就是平常我們在練功的時候 是不是一般的情況就是飛過來然後就按自動 然後就離開了 就掛著讓他打,然後我們就離開了 那其實有一些特定地圖啊,他的怪物啊 是某一些角色他才會圍攻的 譬如說像我現在掛的這個青城山 如果說我打一般的像那種 梁州奴兵或者是梁州騎兵的話 那麼怪物是不會圍攻的 那如果說我都挑選這些隊長類打的話 那麼怪物就一直圍過來 練功速度就會快非常多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都只挑隊長類的打 然後我一打過去就是一堆怪物都圍過來 有沒有看到,哇,一次就五六隻 好,那這個是我剛剛才發現的 那我相信應該很多人很早就發現了 還是我比較厚知厚覺 因為平常真的是比較忙一點 然後就到這個點之後 就立刻就按自動就 就什麼,就省電模式就開起來了 就不會特別去觀察 整個打過的一個情況 那是剛好回家之後就是發現 怎麼有些怪物會圍攻 有些怪物不會圍攻 才發現說 原來是只有隊長類的才會圍攻 對啊,那 雖然發現的比較慢 那我相信可能有些人還沒發現 所以就跟大家簡單的分享 像掛在清晨山的話 你可以考慮這樣的方式來練 這樣子或許會比較快一點 那小兵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設定主動 設定主動 也就是說只要有 怪物圍過來 那他就會主動去設 就不用特別你去開掛了這樣子 OK 就簡單跟大家分享 那現在時間應該是六點半左右吧 就大家記得要早點吃晚餐 然後早點洗澡睡覺 OK,掰掰